大家好 祝全天下的父亲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今天也给我老爸买了点 他最喜欢吃的这个刀鱼 还有天瓜 给他炖个刀鱼吧 买了一条刀鱼 现在买东西特别方便 他直接沾的肉肉切好了 先把鱼醒醒 还是冻着的 把两棵小葱 自己压原子里边就有 这个比较方便 把两棵就可以了 香菜有点老的 挑尖吧挑两个 蒸两个 农村反正就这点方便 自己压原子里蒸菜就够了 人家都说 父外相对来说比较粗犷的 我也是一个父亲 包括我跟我的孩子也好 还是我跟我的父亲之间 都是更多的时候把这份感情埋藏在心里了 很难说出来 所以 父亲节这一天不知道该怎么了达 给他做个菜吧 鱼烧热了 放入葱 酱 加点酱油 下刀鱼 放点白糖 放点醋 放点十分香 满 满 再去开热火就可以了 其实炖鱼特别简单 但是我爸挺喜欢这口 他不吃淡水 所以他对刀鱼比较强度 我相信每个人对自己的父亲 都会有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处境 作为我来讲 每个人最深刻的 十八岁里面 到父亲就上学了 我爸 比如说我坐着那个绿皮大火车 坐着八个小时 我才想要出席 就是 因为切得完整很好的 他就 自己一个人要往回走 临走的时候 我还不忘给我买一个大宝 签订名管理 我才能切完钱的展示来了 对吧 不要心疼钱 但是 看着他自己的瘦小的那个身影 才有挺酷的 今天想到的 这些瘦小的 用这些瘦的瘦的 影响了深刻的水流 好了 一盘父亲节的礼物 加成高率就好了 嗯 挺香的 其实我感觉味道好不好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心 是吧 再次祝全面亮亮 我觉得不太好